大家好 今天介紹一件很懶悶的產品 大家看到紙盒上面寫著Air Console 是在這個網站買的 讓大家開出來看看裡面有什麼 全部都放出來 就有一張User Guide 有一條跟來的USB轉 這個Console的線 應該有一隻藍牙 有一個USB的充電線 還有Air Console 有這隻東西 這裡充電位 這個USB應該是 插回這條線 轉Console 這個應該是 插回它 Console 旁邊有個開關鍵 打開Menu 給大家看一下有什麼 有什麼說 那 這隻東西 就應該 就 在這裡介紹 有一堆線 它 正如我剛才所說 藍色的這條線 就應該是 把USB插回 那個 Zero port cable 那 它可以 用這個 加個Module 不過另外那個 Module 我還沒有買到 那 就 就 對 根據這份 User guide 你可以 插這條USB線 然後呢 把USB線 這個 操縱 操縱 就 插回到 那 插了之後呢 那 它 裡面呢 就應該 有這個 Wi-Fi 連接 然後 你 那 連接了之後呢 那 就應該 就好像 你 平時 操縱 那些 Cisco的 製作 那樣呢 那 就不用用 那條 USB 操縱 那條 那條 操縱 那 等一下 我 有機會開回 那一部 就試一下 這隻 好了 現在大家都看到 我開著了這個 AIR CONSOLE 就會有個藍燈 閃閃閃閃閃 然後 就 開著了我的電腦 那 在Wi-Fi 那裡 看看有什麼 在那裡 那 大家會看到 一個 AIR CONSOLE -9A 那 我試一下 按 那 它DFOC的Wi-Fi 密碼 就應該 12345678 的 那我之前 應該嘗試試過打進去的 那 今次再 聯繫我應該 不用再 問我 拿什麼 的 好了 已經聯繫到了 那 那 開個BOWSER 給大家看看裡面有什麼 那 就 打回 DFOC的IP 192.168.10.1 然後 DFOC的UserID 使用 PASSFORD 都是 Admin的 那 進去 那 它會見到 那 這個 Line的 和 那 那 那 本身裡面的Lang的Second Wireless 有些很補充的Second Wireless、Remo Assess 、Webcriminal 接著Admin 啦 那Admin 這裡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例如CAMSONE, 改密碼 是不是有更新的FREMWARE 那些都是這樣 那我就試了插它 這件東西跟來的藍碼 那就... 看看看不見到有一個Air Console 那... 就不太覺得 那... 對 基本上如果... 我想這個Air Console 如果要用藍碼 就應該插回藍碼的 藍碼的供應器 那好吧 那... 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因為我家本身沒有 CISCO的Switch 或者... WOW卡 在這裡給我做Config 那我也試不到更多的東西 那... 如果有什麼問題 歡迎大家去留言 或者喜歡我的影片 都給我一個Like 那... 今天暫時說到這裡 拜拜 拜拜